完整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演这款Make Toy出品的Rover 守护神成员打街 在包装方面和上一款的车车 无论是大小和风格都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摆在一起看起来还是挺搭调的 那么在这次的内容物里面特别要提到的是一张 极为闪亮的贴纸 这个是用于贴在大街景视灯背后的 以增强它反光性的一个表现力 人形状态下的大街相对之前的车车 深段显得饱满了许多 一体性的表现也是丝毫不马虎 头雕这个设定是一个不对称的造型 可以看到头盔 右侧是没有明显的天线 而左侧是一个高速的天线 这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是考虑到机器战警 特别通话器的一个设定 蓝色的眼睛并没有透光性 但涂装还是很精致 肩膀两边的车轮很喜欢的一个设定 而且胸口这个车窗是可以打开的 小号声波 小臂方面做的也是相当的饱满 从各个角度来观察 都没有漏空的现象 那么在裙甲方面 并没有额外外翻的一个裙甲 所以整个之后在可动性可以看到 它白腿范围是很充分的 小腿内侧稍微有一点空洞 但从正前方和正后方看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从侧面来看 整个的身形还是比较干净的 小腿上有一个车轮 车门板也对后面的空洞进行了很好的遮盖 那么肩部后侧这个凸洗的形状 也是很有个性的一个表达了 而从机器人的背后来看 主色调就转成了红色 可动性的表现也是相当让人满意 头雕是在裙心关节上 各个方向活动 这个侧着脸看你的表情 做出来很淘气的样子 胸口可以打开刚才已经说过了 肩部可以向上搓 做出这样的平举 或者是直接的平举 都是没问题的 旋转 球形关节自然是没问题了 外摆内收做的到双动关节的肘关节 但是上面肩部有个车轮 所以其实可动的范围 并不能达到一个想象的超大的折叠角度 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的设定 除了旋转之外 还有各个角度摆动的一定空间 手掌自然张开中间这个凹槽 正好可以安插武器 握持武器的松紧程度 还是让人满意的 而且肘关节握这个大武器 支持力度也是足够给劲 腰身只能平转 并没有前后一个角度的摆动 大腿 这个刚才说过 没有裙甲 使得范围特别的充分 向前向后侧踹 支持力度也是OK的 外摆内收 膝关节是一个齿轮关节 超过90度了 这地方如果你觉得漏空的话 可以把前面这个引擎盖 往下翻就遮盖膝关节了 所以它可动的时候 也照顾到美形度了 脚板向各个方向活动 还可以有一个增高鞋的设定 人形身高方面 基本上是官方D级别的大小 和V级别的汽车大师摆在一起 大家就会有一个更直观的尺寸概念了 变形的手感和整体的代入感 都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是一款让我玩起来很带劲的小玩具 那么首先是把头雕缩进去 这个缩进去一定要按到底 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凹槽 把它推到底 之后手部的收纳 才会来的更为的流畅 那么之后下盘腰身旋转180度 腿部的变形 这个车顶旁这块很巧妙 有一个连续的翻转 先把它翻转过来之后 进行一个向上提起的翻转 再把这个面板扣起来 和前部黑色这一块连接在一起 还有两个凸起 对齐之后按插进去 就能有一个很紧实的咬合了 之后是把车门板 从小腿后侧的这一块 翻转开来 通通空间 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凹陷 和腰身这个地方的凸起 要找准位置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结合位点 翻转过来 但是后面这个车窗把它提起来腾开空间 腰式这一块 有时候要稍微错开一定的角度 因为变形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这款玩具 其实设计是很流畅的 但由于整体玩具的尺寸是比较小 所以在个别位置的把握方面 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的 之后另外一侧镜像的变身 就可以把两侧的腿部咬合在一起 形成车体前部的一个结构了 大体的形状就已经有了 把后部的车窗也给扣起来 之后咱们就专注于它手部的一个变形 手部变形也是整体变形设计的亮点了 代入感很强的一部分 那首先是把这个白色的面板翻开来 折叠到后面去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滑桥 滑到另外一侧之后 再把它向内进行一个整体的旋转 那么这个时候再利用根部的一个凹槽 往外推 把这个白色塑料这一块 整个这一块往外推 手部也要旋转90度 往外推的一个效果 就是把车尾灯这一块 从侧面来看 尾灯这一块和下部的凸起 有一个对齐的位置 其实小臂内侧也是有一个咬合位的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 视觉上不太好把握 所以你基本上把外侧这一块 整个对齐压下去 内部的锁扣也会跟着自然完成了 这个也是要得益于它蒙具的一个精准度了 另外一侧也是镜像的变身之后 就可以把两边车体后部这一块 特别紧实的咬合在一起了 最后要做的 就是把两侧的车门板 可以看到有两个维度 不同的咬合方向 把它给安插进去 也是胶带很清楚的一个咬合手感 那么到这儿 咱们的大街也就完成了从人行到车体的转化 载具形态下的大街是一个结构特别紧凑的小警车 拿在手里并不是特别的杂手 一体性表现是相当出色 那么和MMC的撞针摆在一起 两者尺寸的差距还是相当明显 因为这个撞针基本上是和MT的探长 在一个大小尺寸级别上 那么和MT上一款守护身成员车者摆在一起 这个比例就有点奇怪了 摩托车和警车牵扯中的比例显然不是这样的 但是在冰金刚玩具世界 确实在考虑人形状态下 比例为首要元素的情况下 很难做到载具形态尺寸的完全核心 细节的刻画以及色调的调配 这一直以来都是MT的长相 那么这款大街也不例外 虽然使用的色调比较多 但没有任何凌乱的感觉 车头这一块还原度极高 那么从侧面来看 还有个警惠以及警长的标识 车轮滚动是没问题的 银色的轮圈 但中间这个转轴外凸的比较多 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考虑 推动起来还是相当流畅的 但是声音有点大 两侧车窗是采用了银色的涂装 但是前后都是透明的材质 还是能够看到机器人内部的一些结构 而且警示灯在背后没有贴贴纸的情况下 已经有不错的表现力了 车体的后部防撞杆 车尾灯都是有着很清楚的胶带 从上部来看的这个黑色 有一种磨砂的味道 那么底盘 对整个机器人的收纳做得也是相当的到位 那么视频道上也给大家说一句 和之前介绍的MT车车一样 这款玩具的组合形态 并不会在本期视频介绍 因为它涉及到主体热点的一些结构互动 小小精致下的传神细节刻画 让这款组合金刚的成员 有了更多自己的个性表达 空间利用率很高的变形设计 让它的车型显得紧凑而扎实 同时 并没有为组合而影响其他形态的美形度 即使当作一款独立的玩具把玩 也很有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